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先鋒服已經更新完成了 然後提醒一下 這一次是有團隊演真的 所以說大家準備好了嗎 如果是正式服的話呢 我覺得啦 快一點的話呢 應該是下個禮拜六開打 就是說再過六天 那但是不確定啦 反正就是正式服 每次開打的時間都是一樣嘛 禮拜 禮拜三更新是不是 然後三四報名 然後禮拜五沒事情 禮拜六開打 因為禮拜六大家才有時間嘛 今天還看不到團隊演真的東西 今天是10月8號剛更新 那10月9號才會開啟這一個團隊演真的 他是說兵分兩路 那到時候我們再來看吧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什麼東西呢 欸沒錯 新的非限時絕版 也就是說呢不會絕版 你可以慢慢換的這個角色 叫做吳茂俠盜 這個羅賓漢 那這一隻的話呢 沒有錯就是穩穩的 他就是一隻遊俠 所以說商店如果說有遊俠裝備的話呢 可以去買一下 就是敏捷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說他的技能是如何吧 先是這個大招叫狐群狗膽 沒有啦 狐盆狗友啦 羅賓漢吹響號角 召集叢林夥伴 好那我想到什麼角落生物啊之類的 這種一些可愛的小夥伴這個往前衝喔 好夥伴會攻擊敵方目前能量最高的敵人 然後把他300點能量扣掉 還會持續圍毆目標 圍毆那寫得好可愛喔 圍毆周圍的敵人 圍毆期間呢每0.5秒 對範圍內造成這個傷害持續3秒 LV2 這一個 這什麼東西啊 攻擊消減的能量到400點 並轉換為一個含有20枚金幣的錢袋 跳落 誰 誰會 誰會欠錢啊 鬥開始的時候呢 會射擊信號標靶 然後後續10秒內所有的 所有敵方英雄降低16點 然後能量恢復降低10% 同時羅賓漢在原地散落20枚金幣 喔對對對對對 這個金幣跟那個我們遊戲的金幣是不一樣的啦 敵方能量溢出80% 將轉換為金幣掉在地上 每溢出20點能量會掉落一枚金幣 主動使用的時候呢 羅賓漢快速穿越戰場 收集場上的金幣跟錢袋 發給我方英雄 讓我方的能量呢 恢復到最大值 喔最大值喔 一塊錢可以恢復20點能量 來來來來 你要多少 我這邊都已經是溢了 優先發給能量較低的英雄 然後呢 能量溢出的部分呢 100%將轉換為金幣掉在地上 我們能量最多就是1000嘛 然後我方英雄每獲得一枚金幣 攻擊力會提升1% 持續6秒 然後再來是攻擊力提升1.5% 持續6秒 這個場上可能會亮晶晶的喔 然後呢再來是戰術反擊 近距離內存在敵人 我們的這個弓箭手就是怕近戰 他會對人家造成傷害 然後呢擊退還有暈眩2秒鐘 這個時候呢會免疫控制 暈眩到4秒鐘 然後踢走敵人會摧毀護盾 這跟花木蘭很像 然後把人家踢走呢 跟那個耀光的奧斯卡也很像 然後驅散大部分的這個正面狀態 也是不錯喔 然後呢再來是第四招 拿手絕活 他總是鎖定這個能量最高的敵人為目標 然後呢會消減對方20點能量 轉換為一枚金幣掉落在戰場中 如果說主動使用的話呢 他會射出四隻劍 每隻劍會有220%的傷害 然後透過這個劍產生12枚金幣的時候呢 下次的技能會變成400%攻擊力的傷害 同時削減對方400點能量 然後呢又轉換為金幣 所以我覺得這隻角色應該是蠻有趣的 場上可能很多錢錢喔 那LV2原本是產生12枚金幣呢 變成10枚金幣就會射出強力一箭 LV4這可能是刻印吧 未成功造成傷害呢 下一次造成的傷害會提升80% 跟那個能量消減的這個效果 好那武器的部分呢 是加極速 劫富濟平每分發給我方英雄一枚金幣 還有還會增加破魔跟破防耶 這個戰喔 這個全體英雄 這個打高傷看來是有用的喔 好然後呢再來是10的話是變1點 20的話呢 哇減傷2% 哇你看現在角色喔 減傷有增傷也有 哇真的是完美 累積生成40枚金幣 他的劍會強化 然後呢這個劍會消減敵人40點能量 然後也會掉更多的這個金幣喔 OK那家具的部分呢 家具的部分對免控或是擁有護盾的敵人傷害 會提升60% 然後弩劍與弓劍命中的點會在1秒內不能放施必殺技 這個好耶 這有點像是埃茲那個樣子 只是說這個埃茲的話呢是大家要開大招 但是他這個是一直射 然後對方就不能不能放必殺技 所以說感覺上針對單隻的敵人還蠻好用的喔 那有類似的招式的話就是我們安之嘛對不對 安之烏爾弓虛空萊克的那個循環普通攻擊喔 好所以說這一個九紅家具的話感覺也是戰術性蠻好運用的 好刻印的部分是這個樣子 呃驅散護盾 摧毀護盾驅散大部分正面狀態很重要 60的話呢沒有命中的話下一次提升80% 所以說60可以不用那麼急喔 好那我們就來實戰看看吧 好一開始射出一件好像是煙花喔 你看地上一直掉錢 大招出來 喔這是什麼 拼拼拼拼拼喔 唯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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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唯歐完之後呢 地上錢全部都撿走了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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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地上一直掉金幣以後有沒有 大聲一點 歐然後呢had把錢拿走了 邰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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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劍 一塊錢一塊錢掉 好這個樣子 嘿他為什麼把他拿走啊 喔我有點忘記耶 喔應該是這ku傑夫技品阿 因爲他把場上這些錢全都收走 然後再發給我方的這個英雄噢 所以說那個是一般的這個技能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實際上戰鬥會是什麼樣子喔 喔 這隻角色的話感覺上百搭耶 配誰都可以喔 好 我們就上這個樣子就好了 好不好 OK 好 GO 地上要請錢 然後大家會增加攻擊力啊 破防啊 破魔啊 但是只有6秒鐘啦 坐坐坐坐坐坐 他可能偏輔助吧 哇 這個 我們再上一個人好不好 哇 好多錢喔 好多錢喔 然後你要去收集了嗎 地上有個幾枚金幣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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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尼茲是有損血 哇 他掛掉了 感覺生存能力不是很強啊 好 看來他是需要保護的角色 因為他自己沒有什麼 免死技能 但是只要活著下來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對場上造成不錯的這一個 輔助效果 喔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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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有感覺好久喔 喔 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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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靠近我啊 不要靠近我啊 啊 矮人不要靠近我啊 天啊 連格寧姿都可以把我幹掉的感覺 波波 走走走走走走走 所以他會需要人家保護啦 來看一下齁 OK 好 傷害是最高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一隻是絕對上得了場的角色啦 好 那我們來再看一下說這個 新的獸靈喔 新的獸靈叫做蒼龍羅貝 嗯 原本想說這個 看到這個龍字喔 會不會是 呃 這一個香菇 貝呢 還是貝殼 結果呢 好像是一朵花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他的這一個技能 呃 最虛弱的我方英雄破土而出 然後轉換天氣 欸 轉換天氣喔 那會不會跟黛米亞打架 變成晴空 然後目標英雄恢復生命 然後提升暴傷耐性 處於晴空的天氣的時候呢 治療量提升 我方英雄受到治療的時候呢 會獲得額外的獸靈能量 如果說我方英雄在晴空天氣 直接受到傷害 他會把傷害記錄起來 變成光照值儲存起來 那對該英雄施放技能的時候呢 呃 這個儲存的光照值 會額外恢復治療量 好 然後呢LV12 喔 英雄的這個攻擊跟防禦力提升 有有有 等一下喔 柱子沒有展現出來 在這個地方 多餘的治療量會轉為護盾 然後還可以獲得30%的攻擊力 跟防禦力 慢慢的在8秒內衰減為0 然後LV18 會留下一顆果實 果實會慢慢成熟 變成迷你羅貝 感覺很可愛喔 然後呢 會尋找我方英雄造成同樣的效果 我方場上最多同時存在5個羅貝 這麼多喔 好 那他的這個訓練技能呢 轉為晴空的話呢 我方的治療效果會額外提升 可以搭配一些治療的角色 好 9級的話呢 光照儲存上限提升 我方英雄會減免25% 受到的暴擊傷害 多的部分呢 就會變成光照值儲存起來 OK LV15 這個提供的這個攻擊防禦力的加成 加到40% 你看起來是跟治療跟這個防禦有關係的這個獸靈 所以可以跟一些治療的英雄做搭配喔 好 那我們就先指定換出一隻來 這樣才可以做共鳴喔 好 抽出一隻來了 共鳴 一鍵升級 OK 訓練 我先封服只有到12 不好意思 相信很多大佬就是直接18了 羨慕阿 好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說 每一次齁 新獸靈都會有的獸靈藝文吧 這一次獸靈藝文叫做迷途蘇靈喔 跟蘇菜有關係喔 好 那我這邊我就先打打看齁 看看說中間有沒有卡關的地方 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 直接跳到最後面齁 那這個是關卡16過關的陣容 但是這個有點奇怪 我連光盾都上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三星的條件喔 第一個是75秒內獲得戰鬥勝利 這時間還算充裕 然後呢 我方全部都要活著 剩餘的生命值要大於50% 那這個麻煩是在這一個齁 這個詛咒的話呢 每秒會流失7%生命 流失還蠻快的 那就算你很快把敵人幹掉 那你也來不及把這個血補回來 所以說呢 你至少要 稍微拖一點時間 然後呢 再上一些跟補師有關係的角色 因為如果說你太快把敵人清掉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的英雄呢 可能血量就不夠 那你就拿不到三星了 所以這個就有點尷尬 打太快呢 血來不及補 所以就要稍微打得慢一點點 所以我就上了一些這個 算是輔助跟這個保護的角色喔 好 那17關我過關的話呢 我是使用格尼茲跟哲羅姆 然後用一般的這一個鳳凰 那半神的這個位置呢 根本是使用耀光的索尼亞 所以我覺得大概是用這個方式過關吧 好 那這樣子呢 這就是這個就是最後一關了 但是你不用全部都三星啦 因為呢 這個不用全部三星的話呢 你的這個獎勵也都可以獲得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然後這是一般的這個過關獎勵 免費的 啊 ARO42 這什麼東西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25關是不是一樣可以用這個方式過關呢 好 GO 塔鈴掛掉沒有關係 他復活很快喔 補得越多他就復活越快 這是原版塔鈴比較好 SP的塔鈴的話復活就比較慢一點 他三星的條件是大家都要活著 哇哇哇糟糕了 泡魔太強了 好 看來要改一下囉 好 這一關惡魔這麼多怎麼辦呢 沒有錯 就讓我們這一個忌惡如仇的阿塔利亞上場喔 好 換上阿塔利亞之後呢 這一關惡魔官看到阿塔利亞之後呢 就皮皮抓了 好啦 那這個獸靈翼文 這樣子就全部三星過關了 最後面就只剩無禁挑戰了 好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囉 那團隊也真的話呢 那就是先鋒服的話 明天報名 就是禮拜一報名 禮拜二報名 禮拜三休息 禮拜四開檔齁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呢那個時候我已經在日本了 對齁 不過呢還是會更新啦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 我們現在見 掰掰